第七百九十六集 顾飞跑开一段 一边数法律回复 一边又去看PK值 二百大关终于是被他突破了 此时PK值共计二百一十五点 杀了二十人涨了十八点 这意味着这堆弓箭手里 倒是有两个是他的通缉目标 说实话顾飞都没太看清 是哪两个 两家行会玩家现在是恍惚不安 不知该如何进退 只觉得如此僵持着实在不错 希望千里最永远就在那站着 再也不要上前 但顾飞没有听到他们的呼声 法力不好 立刻再度反身杀伤 上来就绕圈 两家行会玩家立刻哭了 这怎么对付啊 现在连弓箭手的阵地都残缺不全了 威胁更小 总这么转 那就是上次局面的重现 众玩家也思考一下 想到了办法 他们立刻把法师 护到了阵形阵中 整体阵形不动 只让弓箭手这个可以轻易 跟上顾飞脚步的职业 去和顾飞走位 而法师局中 只要转身即可 360度都可以随时进行攻击 只是这一退后啊 攻击距离一下 又被缩了五米 但这总比法师绕圈 绕得完全发挥不出威力来 要好吧 只是这种布置总觉得 有哪里不对 有好些个玩家心中 隐隐都有这种想法 却一时间又想不到在哪里 但他们很快就知道了 顾飞一看对方法师 进了阵形阵中 也不绕了 只是左右晃动闪避着弓箭 那样看起来就要随时冲上去 弓箭手们也是捏了一把汗 一边拼命放箭 一边大叫着法师准备 众法师早已经转向这个方向 他们身前的玩家 也一个个都缩着身子 唯恐挡了法师视线 结果顾飞只是随便朝前走了几步 就停止了 跟着剑一挥 法师能放几个法术 相继都给召唤了 众法师摇着法杖 想攻击来着 却突然都愣了 因为顾飞还没站到 他们的攻击范围呢 不对的地方就在这里 法师退回正中 其他职业掩护在前 于是当顾飞可以攻击到这些其他职业的时候 法师却因为其他职业 帮他们拉开的距离 攻击不到顾飞 顾飞当然也攻击不到法师 但这些其他职业 连同前排弓箭手 却被顾飞法术炸得哇哇乱叫 不住的喊着 不行不行 这样不行 这个站位不对 众职业散着 要把法师们推上前去 但顾飞立刻开始后退 走位已有转圈趋势 众玩家吐血 但很快有一个家伙灵机一动 突然喊道 我们退开 退开 对啊 我们在这又有什么用呢 其他玩家一听 立刻恍然 对啊 他们攻又攻不到顾飞 站在阵中 反而限制法师走位和攻击 如果他们全都退开 只留法师在那里 法师不就不怕转圈 也不怕在距离上 输给千里一队了吗 这样才是真正的全无死角啊 原来是我们的站位错了 众玩家大会 匆匆撤出阵型 我们站到法师后面 你傻呀 那千里一队 让我们身后攻击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不能和法师他们站一起 对对对 越远越好 众玩家匆匆闪远 于是就见一个纯洁的法师加弓箭手团队 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我怎么又觉得好像是有什么不对啊 我也觉得好像又有什么搞错了 回答他们的是顾飞的举动 顾飞带这帮家伙脱阵 突然提剑开始冲刺 弓箭手的攻击无视 法师范围 攻击经过硬扛和瞬间移动 瞬间也已经穿越 顾飞犹如飞天神将 轻刻间已经杀到了这纯洁的阵容面前 众玩家终于意识到 他们错在哪里 远程职业竟然完全没有近战职业保护 这是菜鸟不能再菜鸟的失误 在千里一队的逼迫压制下 两百多自诩高手的玩家 竟然发生了这样滑稽的错误 近战职业连忙想上来救援 但顾飞杀人效率 早已经卷起阵阵白光 弓箭手可以跑 他们有速度啊 但是法师呢 哪有可以跑得过顾飞的法师啊 众法师都绝望了 反正都是个死 一咬牙众法师突然开始了自爆攻击 太老套了 顾飞大喝着 瞬间一动 闪人 火光一片 两大行会法师 悲壮地完成了自焚 哎 倒是省了我不少PK值和法力啊 顾飞揉了揉鼻子 又去观察自己这两大数据 顾飞和该队人马接触战斗 坐标自然停止了移动 位置已经明确 云中目的和黑色食指两个 立刻联络各路人马 抄此间汇集 与此同时也很关心这场遭遇战的进展 法师一拳灭 弓手挂了五分之四 两人接到沉痛的报告都是一争 两百多人被千里嘴压制 他们可以理解 但是挂人挂得这么清一色的 这情况就比较反常 尤其功高却命薄机动差的法师 向来也是团队中重点保护的对象 受保护的程度仅次于牧师 哪一上来就把法师挂得干干净净的 这实在是说不通啊 怎么打的 两个会长将一样的问题 抛给了各自行会成员 于是各有行会成员详细描述 他们承认了他们的失误 并对重法师最后舍身暴敌的行为 给予了充分的赞扬 虽然没有报成功 只把自己报了 而千里一岁 在一边安然的吃着苹果 听完报告的两个会长 都是脸色铁青 是谁指挥的 两人的问题看起来倒挺平静 没什么人指挥啊 是大家群策群力 群策群力 这两位会长都念叨着这词 气血飞速上涌 脸有铁青 发展到铁锈红 群策群力 这让两人连批评的对象都挑不出来 总不能二百多人一起骂吧 法都不责重的说 两人对望一眼 都看出对方憋了一口血 要吐 奶那个腿的 黑色食指先说话了 一对废物 云中目的接 没错 黑色食指说 居然绕千里一岁转圈 气死我了 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应该 方形站位 应该圆形站位 这样无论千里一岁怎么转圈 保持横向的转动 都可以轻松跟得上 没错呀 所以说这帮废物 哎 我也要被气死了 现在给消息都迟了 远程都死完了 接下来千里一岁远程 耍都耍死他们了 我看不如叫他们散了吧 哦 根据前面几队被击杀情况来看 千里一岁每次优先攻击的目标 都是他通缉任务的目标 由此可见 他还是优先在洗自己PK值的 所以现在让他们全散了去 千里一岁追杀起来 肯定先选他任务的目标 这样我们的损失倒是可以降低不少啊 云中目的分析道 我觉得就现在进战职业不动死守 有牧师来加强回复 也可以耗下去 千里一岁禁战才拥有高伤害 远程嘛 比起他的进战攻击还是要差一截的 黑色食指说 如果他逼上来进战呢 我觉得他对于二百多人还是有顾忌的 否则他早就冲上来进战了 弓箭手法师什么的 能挨着他进战什么事啊 黑色食指分析 嗯 你说得有道理 云中目的想了想 认同了黑色食指的说法 就让他们这样死扛吧 应该足够支撑到我们到了 黑色食指说 云中目的点头后 两位会长各下命令 遥远地做出了战斗指导方针 得到的回答却很让他们吐血 前方战线上的玩家告诉他们二人 千里一队根本没怕什么进战 此时正在追着他们砍呢 围啊 这么多人围不住他 围不住 真围不住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怎么会围不住 他的走位太快了 我们捕捉不到啊 还有电流墙壁制造障碍 瞬间移动突然换位 双眼闪秒人 还有一个技能推人 哎对了 刚才他还跳到人头顶上来了 这怎么围得住啊 前方玩家 详细描述了顾飞的手段 挂了多少 梁会长已经是面无表情的在问了 不知道啊 不知道的意思 当然是已经忙得没时间数了 梁会长一阵恐慌 难道这二百多人的团队会全军覆灭吗 全军覆灭倒真不至于 顾飞在人群中混战 的确使用了许多技能来保证不被围 但这种情况下 他可无法再计算着使用法力 经常会法力不计 无奈先脱离战场 之后水果补充 再追上去重复以上过程 如此每冲一次能杀个二三十人 就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对方玩家围又围不住 打也打不过 追又没法追 此时已经转头朝着主城方向 努力飞奔了 盗贼和弓箭手之类的 有速度的玩家已经早早的跑了 也并没有人去责怪他们 这个情况能跑啊 谁都会跑 渐渐的 他们看到了从各个方向奔来的支援团队 玩家们心中狂喜 这地狱一般的状况总算是熬过头了 坚持到现在为死的都庆幸自己福大命大 顾飞当然也看到了这多路玩家 而且对于这多路追杀也是早有预料 此时一点都不含糊 又杀了一次后 大踏步的闪人了 一堆子短腿玩家 看着对方已被顾飞砍成的残阵 看着顾飞流行一般离去 他们却无可奈何 心中悲苦只有自知了 千离罪呢 从城中大道一路冲出的云中木笛和黑色食指 总算是接洽到了这路残兵 目光一打量上去 损失多少心中已有大概 超百人绝无问题 机制的两大会长还从另一个角度计算着这边的损失 他们问了通缉任务处那边的玩家 千里一岁 此时PK值是多少 答案是387 两人默然 做了一个减法 已知这一队人被顾飞杀掉的至少何止一百啊 应该是200才对啊 387.PK值 如果他挂了 直逼零级了 云中目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挂掉他呢 黑色食指说着 他二人赶来时顾飞早闪远了 他们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通缉任务可以五分钟显示他的坐标 可这个根本没用 他如果愿意 随时就飞到越野城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总不可能追到那边去吧 云中目的说 就算追去了 他突然又飞回来 我们怎么办 但这么多PK值总得洗吧 没错呀 他是在洗呀 拿我们的人洗 黑色食指表情痛苦 此时各路人马都已经是汇集此处 但千里罪却不见人影 领了通缉任务的玩家 可以看到坐标五分钟一次的变化 但是追还是不追 大家很茫然 在主城街区里 都会被顾飞翻墙上房什么的跑掉 更何况这野外天大地大 没法围也没法赌啊 人还有速度 有传送卷轴 这个 云中目的一争 之前有些仓促 这一点或许我们应该好好利用一下 你是说 哪有PK值的玩家做诱饵 云中目的点了点头 我们需要一个方便埋伏的地方 等他自己过来 他万一不过来呢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方法 你知道他的坐标 但你追得上 我觉得可以集结弓箭手的队伍 就算杀不了他 但可以不断骚扰 而且也不用怕他的反杀 只要保持好距离 弓箭手他总是追不上的 不断的骚扰 他总会有不留神的时候 黑色石指也有主意 那他就离开云端城就好了 云中目的说 妈的 黑色石指又忘了这手了 看来只能照你意思办了 想想地方吧 云中目的思考 终于完了 议政厅里的漂流三人组 尝出了一口气 两家行会 共2100人 漂流硬是把名字 全发给顾飞一遍 同时也叫左手写爱 右手写帅 两家分别抄了下来 一个不漏的抄了下来 不知道这家伙洗得怎么样了 漂流想着 又去了资料室另一个查询处 资料室中会有该组成各类情报 包括该组成玩家PK值排行 当然这里只是显示这一资料 任务什么的 还是得去通缉任务处 三百八二七 漂流一眼看到榜首第一 狂喷口血 给顾飞发取消息 你通缉任务洗PK呢 嗯 洗成三百八二七了 漂流问 你怎么知道 我这什么都能查到 哦 那些通缉的目标啊 也不可能是一个人在那里啊 都是一对一对的 我也没办法呀 三百八二七 这你怎么搞啊 黑色同盟会和沐云的人是没法领了 这越领PK值越多呀 你给我找找其他人吧 顾飞说 其他人是什么意思 其他人就是指 除了这两个行会以外的 云端城所有其他玩家 顾飞很认真地说 我杀上十九点PK值了 你把我领了吧 漂流正准备如此回复 但看着眼前的PK值名单 睁了一下 突然又乐了 并飞快地应了一声 不要求行会的话 这个PK资料不正好可以了吗 漂流笑着对左手写爱和右手写帅说 两人沉默许久 左手写爱疑惑道 难道咱们的流浪者阵营 真的就是天生给他们借为队服务的 资料室里的PK资料 和通缉处的就不同了 这里又不发布什么任务 当然不会显示什么任务编号 一个个罗列出来的 全都是玩家姓名 后面跟住着该玩家PK值 简直就像是专门为顾飞的 通缉执照功能量身定做的 这让左手写爱很是酸溜溜的 他们这阵营的这点价值 他们自己都没发现有什么用途 倒是全服务给千里一队了 这次就算了 以后他再来找这麻烦 非得跟这小子收费不可 这小子可是有钱的主 更重要的是他有钱 但并不怎么重视钱 以后再有这方面的任务需要 我看收多少费用 这家伙都不会拒绝的 漂流倒是很淡定 已经想出了他们这一阵营的价值 情报 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东西 只要找到有所需要的人即可 千里一队就是其中之一 或许有着更多的玩家 需要着资料室里 可以轻松查到的东西 漂流一边描绘着 自己未来的前景 一边给顾飞发送着玩家性命 一样是习惯性的 一次二十个 那边顾飞接到后没多久 就立刻来了消息 真是神了 连续五个都有任务 这一组名字很奇妙嘛 漂流很镇定 我猜二十个都会有任务 要不要来打赌 结果顾飞立刻看穿 你怎么搞到的 没什么 资料室里也有PK资料 你们这些有PK值的家伙 统统被列上去了 漂流说 那刚才怎么不用 这榜上只有玩家名字 不列玩家所属行会 哦 那你可得把上面的名字 和沐云黑色同盟会的 玩家名单合一下 别又让我领到 这两家的人了 一会儿要专领这两家的 这一转啊 又要除了这两家的 漂流当下 就有了立刻向这家伙收费的冲动 但还是强自忍住了 和那两家伙一说后 两个人都呆住了 这个 也太烦了吧 不不不 不要照着我们抄下了名单队 我念到一个名字 就到那资料里去查这玩家的底 这样快一些 漂流说 哦 这样好些 二人长出了一口气 于是三人又开始工作 之前已发出的二十个名字 合了一遍 那里果然有这两家的玩家 联盟又补充消息给顾飞 顾飞听了点头 表扬了一下 漂流细致的工作 漂流无事 心中盘算着 等这次是了 下次这家伙 再需要查找什么的时候 敲他多少 可以弥补这一次精神 和体力上的损失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